81章这个就很有大卫的风格 大卫是一个懂音律的王 所以他的诗篇里面都是要有歌唱 要有舞蹈 要有这个音乐的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郑老师 请说 二节有个melodius melodius That's right 他的名词是melody 很多人喜欢给女孩子取这个名字 melody 什么叫melody 什么人知道 老师是不是也很好听的 就是很动听 动听的一曲调 叫melody OK 所以叫melody melodius是他的形容词 他的形容词 OK 所以melodius这里是一个形容词 melodius harp and lyre OK harp and lyre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竖琴 melody melody 是旋律 就是一般 当然不会是很难听的 一定是很优美的旋律 叫melody 所以我们 女孩子叫melody 也是很好的名字 melodius 是一个形容词 harp 是我们的比较大的竖琴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 在哪里分享 我给大家看一个 看个照片 看哈 这个比如说 这个 怎么讲 harp的话 我们知道是 竖琴类的 是吧 竖琴类 harp比较大一点点 比如说像这样子 比较大 像这一类的是harp OK 我来分享一下 我的屏幕 把他分享在屏幕上 harp通常比较大 这个甚至可以是 lead 竖琴 这是一种弦乐器 这种是harp lire是什么样子呢 lire跟harp 有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 lire是比较小一点的 比如说 我现在分享给大家看 lire是比较小的 拿在手上的 像这个样子的 拿在手上的 这种 所以古希腊时代的时候 有那种 游唱诗人 就好像我们 日本的三弦琴 我们中国人 拿个什么 二胡 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OK 它是个弦乐器 走到哪儿 可以带到哪儿的 所以lire是比较小的 但是也是拨弄的 琴弦 丝弦类的这种 乐器 所以lire是小的 harp是比较大的 竖琴 我们看过竖琴 大的可以立在地上 这样子拨弄 对吧 OK 所以harp跟lire 是有点不太一样 lire比较小 harp比较大 OK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刚刚那个图片 闪了一下 就没有了 没有了吗 这样有没有 有看到 这个是lire 比较 OK 所以很多是可以 随身携带的 叫lire OK 就像我们现在 背把吉他 年轻人背把吉他 在身上一样 以前这种 游唱的诗人 或者是很多时候 这就是他们随手 可得的一种乐器 OK 叫lire 然后harp的话 是比较大的竖琴 历史的竖琴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我有一个 就是八十 四篇 八十一篇 的十三节 就是刚才你讲的时候 说 if my people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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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这个 would but would 是不是 would 后面 是不是有个动词 省略了 是不是 but but 通常是什么 only的意思 only 对啊 yeah only listen to me OK 如果他们只是 专注的听我 only listen to me 而不是听别的 神 你知道我们的神 是记邪的神 是吧 我知道 就would listen to me 然后中间加一个 only 就是 这个but 可以拿掉的 if my people would listen to me only listen to me right 但是 would but listen to me but 就加中语气了 哦 知道了 只有听我的 OK 这个but 是一个副词 是吧 but listen to me 我觉得 是一个戒词 是一个戒词 only的意思 only 不是戒词 是副词 对 我觉得副词 就是动词嘛 只听嘛 but but 是不是副词 but 一般是连词 我找一找 它是 它是only的意思 only listen to me but 的时候 yeah but 那是副词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看看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82 82的三节 define the cause OK 82的第三节 OK 来 是保护着穷人的缘故 是吧 无家可无父母的缘故 是吧 define the cause 这个有点 OK 这个 先看define OK define是什么 保护 深渊 OK define是 护卫着什么东西 对不对 护卫着什么东西 然后 为着这些 穷人的什么缘故 为他们的缘故 但是 你为他们的缘故 我们 我们用中文这样 汉语就不顺嘛 是不是 OK 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护着这些穷人 他们就因为 他们是 他们是穷人 他们是孤儿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就护着他们 所以意思就是 他们有任何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护着他们 他们因为 是因为 the cause of the reason of 是因为他们是穷人 因为他们是孤儿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因为 我是你好朋友 你就护着我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 他们是穷人 他们真正 护着他们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穷 the weak and the fatherless 对 我就说这个中文 跟着不太一样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老师 那个cause 就是在这里 就是原因的是 原因这么个意思 for the cause of 对 cause是一个 比reason 更正式的一个字 你们注意到法庭上 特别法庭的宣判的时候 for the cause of 什么什么 我为了要 保护我们国家的 什么某种因素 或者是 为了我们暂时的 条例的某种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就不用reason reason在这里 比cost又弱的很多 reason很多时候就是 你我之间 对谈的时候 平常口语的时候 what's going on what's your reason 你什么缘故啊 你为什么不借我500块 这个我们讲reason right 那如果cost的话 通常是一个 很大的原因 为了国防的原因 为了经济的原因 我们现在振兴经济 所以我们鼓励民众 去摆地摊 我们为了振兴经济 我们现在鼓励 所有老百姓 都出国留学 随便乱讲 这个是the cause the cause 所以cause是一个 比reason更大的一个字 而且常常出现在 文字上 法律文字上 法庭上 常常用这个字 比如说 这个人本来是 假设他犯某一种罪 这个罪呢 最高是判五年 下限是可能一年 所以法官可以在一年到五年之间量刑 但是因为他这个罪性恶大 他这个事情特别 怎么怎么样 所以法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因为他罪性恶大 这个 我为了要 这个什么 这个要 让其他的老百姓都明白 这个罪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for the cause of ok 我现在就判你最重的 五年 不是判一年 因为你的罪性 太重大了 所以for the cause of 他会特别解释 ok 老师 这是固定单语 单语 for the cause of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老师这个词挺重的 这么一说 是没错 而且是很正式的 而且在文字上 文字上 法庭上常常用这个字 谢谢老师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Defense 是有保卫的意思 就是你站在人家前面 来保护他 这个叫Defend ok 他保护他的原因 就因为他是weak 他是fatherless ok 所以你注意到 the weak the poor 都可以讲贫穷的人 或者是我们有讲 the needy 对不对 我们也学过 the needy needy都很好听 ok 总比人家说 你这个穷鬼 是吧 the poor 要好听得多 ok 好 the humble 也是穷的 the humble 也是 that's right the humble 卑微的人 the humble 那肯定穷的了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81章12节 81章的12节 我们看一下 好怎么样 device 有设备的意思吗 device ok 这里不是设备 这里是人心里面的计谋 你的那个小九九啊 ok 你的动脑筋 通常都是不好的事情 ok device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是可以讲设备 或者什么东西啊 但是在这里的devices的 指的是 他的那个脑筋里的计算 你有什么计划 ok 好 什么其他的问题 而且老师 他们脑子里面有很多这种不好的计划 这个意思 首先 这个是他stubborn heart 如果是stubborn heart 出来的东西 都美好的 对不对 他是很刚硬的心 很顽固的心 叫stubborn heart 对 而且是 是来准备要做什么事情呢 去做他们自己 their own devices 他们自己的这种计划 这种计谋 肯定是不好的了 是不是 好 我们有其他的问题 注意这个地方 I gave them over to gave them over to 跟gave to 有什么不一样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 gave them over to 老师就把他们交给了这个王国的心 yeah 基本上就是我们中文讲说 我就随他们去 就任凭他们这样子 随他们这样做 ok 神为什么要给他们 为什么要交给他们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随他们去呢 为什么 原因在十一节里面 因为他们不听我的 对不对 他们也不顺服 submit to me 是他们要把自己交给我 对不对 要顺服 他们都不听我的 也不顺服我 不理我 那我就干脆怎么样 就让他们去吧 就是随他们吧 就这么爱咋样咋样 对啊 就让他们 就让他们这样去 所以就交给他们 自己刚硬顽固的心 那刚硬顽固的心 所想出来的点子 哪有好点子啊 是不是 to follow their own devices 这个devices 就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计谋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坏点子 yeah that's right 就是有很多时候 有没有 小孩 你告诉他怎么读书 怎么用功 怎么什么 他不听你的 他一定要一天打游戏 十个小时 ok 我就随着你去吧 所以是 gave什么 over to 我就把这个时间 把这个什么什么游戏 都都交给你吧 你自己去吧 功课不要做 不要做了 然后呢 考试的时候 你就知道厉害了 考个二十分回来 三十分回来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 神就是这样的 就像一个大家长 对他的孩子 用这种方式 因为你完全不听嘛 好 那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还有一个 83章三节 应该是 83章的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节 ok 好 这里有一个 嗯 找找找 这就有个 as there 二节 二节 八十 哦 二节 as there 嗯 老师 你说说 那个 as there ok 我们先看一下 see how you're ok astered ok 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 老师 你前面 是 喧华 对 就是那些敌人 在那里 喧华 在那里 喧华 ok 他们的声音 很大 很吵杂的意思 ok 所以 所以他说 这个敌人 astered 比较像什么东西 给你们听 怎么突然打开 ok 搅拌弹的意思 astered 也有这个 搅拌的意思 指的是他们 到处动来 动去 astered 可以用来 比喻什么东西 比如说今天 查理国王 英国的查理国王 哇 到美国来访问了 这个 全程 轰动 轰动 全程 the whole town astered 就是全程 都给 轰动起来了 这个astered 就是给 搅动起来 一样 大家都 喧哗了 大家都 哇 都激动的 不得了了 astered 可以 astered 可以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astered 基本上指的就是 他整个给 这个氛围 都给搅动起来 大家都很激动的意思 很 比如说 突然有个大明星出现了 周杰伦出现了 哇 所有的老百姓 都骚动起来 大家都在说话 都在什么什么 astered OK so see how your enemies are a stir 你看看你的敌人 整个都被 都在喧哗 都在那吵闹 都给搅动起来了 骚动起来了 叫做astered OK 好像很轰动啊 或者是很搅动起来 很喧哗这样子 how your foes rear their heads rear their heads 是什么意思 就他们的头也 抬起来了 他们头也 就叫耳朵竖起来 rear rear是前面 还是后面 后边 OK 后边他们 OK 所以 rear their heads 如果是 把你头 后面 抬起来 是什么意思 不只是 头前面 抬起来 后面也 抬起来 那就是怎么样 整个很 也很 就就 怎么样 这个这个也很不好吧 老师 很不好 为什么 就是前面 把他们 搅动的 他们都不得安宁 敌人也 头抬起来了 敌人 敌人把他们 都抬起来了 就就不得安宁 不得安宁 OK 指的是他们 很趾高 气昂的意思 OK 那些趾高 抬起头来 这个 rear your head 指的是 就是好像 就是很不可一世 一样 自己就觉得 自己很了不起 这样子 叫rear the head rear the head 就是把头 整个抬起来 OK 比如说 他 他问 爸爸 OK 比如说 问说 这个 你的希望是什么 有的儿子 问你 你将来想做什么 那个小孩就很 很 趾高气昂 就是很凶 啾啾气昂的 头整个抬起来 我将来要当 消防员 这个就是 rear his head rear his head OK 好 rear 特别这个rear 是把后面都抬起来 就可见 就可见他是 非常骄傲的样子 OK 非常骄傲的样子 老师 那个汽车上的后边 那个后视镜 是不是 这个 rear rear 坐在后面的 或者是轮胎 你问说 你是front tire 还是rear tire 是前面的轮胎 还是后面的轮胎 所以那个是rear rear seat 后座 后座 rear seat OK 你知道后座 有的时候 常常车子追撞的时候 是容易受伤的 好 什么要求 就是在汽车上 就在那个房间 比如教室里 在那个 教堂里面 那个座位 也能说rear seat 后边的座位 后面的座位 the back seat 那如果在一个 房子里面的话 那个是back 可是rear 是在什么的 后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rear 通常是在什么的 后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馆 OK 我们餐馆 停车位 不在前面 别停前面 前面大马路 太拥挤了 没有停车位 我们就可以说 parking is at the rear 我们的parking the space 有没有 停车位 在后面 后面是指 整个餐馆的后面 建筑物的后面 那个是rear 好 parking is at the rear yeah yeah that's r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八十三章的四节 八十三章的四节 我们看一下 四节怎么样 就是第一行目为 这个 I is a nation I is 这个我不懂 不明白 就 这个就不懂了 好 as as a nation let us destroy them as a nation okay 这个 首先是 destroy them 也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 okay destroy them 作为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把他们 整个消灭 okay 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 使他们的国都灭掉 let us destroy them as a nation 我们灭 不是指灭 一个族 因为比如说 这样讲 以色列有第二个支派 你不是指灭犹大 不是指灭 以法连 你是要把整个 全部都灭了 是这个意思 yeah 让他们成不了国家 okay 你必须把他们 全部都灭了 让他们国也成不了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野心 是很大的 对不对 就像比如说 今天 以色列跟 什么巴勒斯坦 在打仗的时候 巴勒斯坦的目的 不是说 你今天害了我一个什么 我把以色列的 某个村子灭了 你们这些村子里的人 他很讨厌 那他的目的 是要把 以色列全部 作为一个国家 全部都给灭了 as a nation 对 就是 这个爱子 我昨天 遇到一个句子 也是在这个爱子上 提出了问题 那个句子可简单了 就是 love for your eyes childhood 童年 childhood 就这个句子 我就没太明白 前面是什么动词 第一个字是什么 love love for you love you love your child love for you as a child childhood as a childhood 那就是说 你爱这个人 就像他在他的童年时候 一样 是不是 对 就这个句子 我就没翻译懂 但是好像 也能明白 那个意思 就是说不清楚 就是 as 常常就是like的意思 就好像什么什么一样 OK 那我们毁灭他们的时候 就像把他们 整个国家都灭了 意思就是 他们成不了一个国家了 OK 他的目的是 还有后面这句更狠 他要把以色列的名呢 永远都没有人再记得了 以色列的名字 都没有人再记得他了 OK 这个更狠 是吧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81章的15节 81章的15节 我们来看一下 15节 OK好 怎么样 81章的15节 就是 第二行 这个Zer 他们的 这个是指的是谁 Those who hate the world the lord 那些恨耶和华的人 那些恨耶和华的人 恨耶和华的人 然后就是 他们所惩罚的人 其实 他们所惩罚的 将 他们所受的惩罚 这是他们的惩罚 他们的惩罚 这些人怎么可以恨耶和华呢 不可以恨神啊 不可以恨耶和华 对不对 嗯 他们恨耶和华 他们所得到的惩罚是什么 永远的 永远 所以憎恨耶和华的人 OK 憎恨耶和华的人 他们的 他们的 所受到的这种惩罚 是永无止境的 last forever 永永远远的 好的 谢谢老师 明白了 所以说 不可以憎恨耶和华 对不对 所以他们 憎恨耶和华 结果就是会这样子 这个cringe 我们前面学过 cringe什么意思 就是 畏缩 退缩意思 畏缩缩缩缩 第三下四 什么 卑躬屈欺 阿谀奉承 那个嘴脸 那个就叫cringe 就是自己说起来 自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 OK 畏缩缩缩缩 第三下四 悲空屈欺 阿谀奉承 全部是这个词 cringe before 那些恨耶和华的人 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 会cringe 对不对 嗯 第三下四 这个奉承 谢妹 是 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刚才那个83章第二节 83章的第二节 83章的第二节 关于这个 这个 这个 rear their heads rear their heads 我看了一下 NET版本 它有个注释 它说在这里 它是一个希伯来语 它这个 rear their heads 就等于 lift up their heads lift up their heads 把头抬起来 对对 它解释 这样解释 读一下 the phrase lift up their heads 或者是 lift up the heads pear means 在这里意思是 to threaten to be hostile 就是 他们突然间 很有本事了 自己对自己 很有信心了 他们可以 这个 阳眉 吐气了 趾高 气昂了 rear their heads 这是一个希伯来语 它说它 执意过来的 就是 举起头 或抬起头 意思是 to threaten 就是威胁 或者是 to be hostile 就是 有敌 怀有敌意 yeah 所以敌人就开始 拍起头来了 ok 好 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老师 以前也有学过 一个 趾高 气昂 语 叫stract stract 人家想不成 是吗 threat 他刚刚讲的这个threat 刚刚这位姐妹 讲了一个threat 有威胁人家的意思 yeah 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 他要神 他跟神求告 神你不要不讲话 神你不要 不要默默不作声 你不要不出声音 因为现在敌人那边怎么样 敌人在那里很喧嚷 他呢 好像敌人开始 趾高气昂的 我们会害怕 是不是 敌人要打我们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 刚好是相对的 神不讲话了 敌人在那里喧嚷了 是吧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啦 好 那我们来看 怎么样 老师 那个词怎么写来的 我拼现不了了 threat threat 刚刚那姐妹讲的 ok 那个是threat threat 这个我也不错一下 to threaten to threaten 动词threat threat threat 是名词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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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threat threat 是动词 threat 是名词 威胁 威胁 yeah 比如说有人来威胁我 明天你要是再不还我500块钱 我就把你的车子给弄坏了 把你脚砍断了 比如说像这样子 ok threat 是名词 threat 是动词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看一下我们的雅各书 看一下我们的雅各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雅各书 下面已经到后头了 我们在哪里 Double Minded 我们讲过了 But Yourself Slander 我们讲过了 Judge OK Instead 这段我们讲过了 好 下面讲 As It Is As It Is You both 什么叫As It Is 什么叫As It Is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As It Is 就像这样子 ok As It Is OK 好 As It Is 四章十六节 OK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OK You boast Boast 我们都学过 Boast 什么意思 Boast 就是吹牛 跨口 吹牛 跨口 是吧 OK 好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OK Arrogant 是什么 就是骄傲的 傲慢的 那种 Arrogant 很高 很傲慢 不只是骄傲而已 那个很傲慢 态度很恶劣的 OK 那个叫 Arrogant OK Arrogant OK 好 后面有个 Schemes 什么叫Schemes 也是他们的 K的音 Schemes 是什么意思 他们的 计谋 是你的计谋 是不是 你的计谋 OK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就像这个样子 OK 那你们呢 就现在 很夸口 用什么态度来夸口呢 用你们这种 傲慢的 这种计划 你们的这种 伎俩 OK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所有这种 boasting 这种夸口 is evil 所有你说 你这种 这种夸口的事情 全部都是 邪恶的 OK 好 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 有一句说 OK 他告诉你说 You ought to say 我们昨天有讲过 就是说 如果 我们应该做的是 他告诉基督徒 雅各说 告诉基督徒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 OK 不要自己 东吹一句 西吹一句的 我们应该是说 如果神的旨意 允许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就 就可以这样做 事情就可以这样活着 OK 所以像这个样子 OK 像这个样子 如果你boss的话 如果你在那里 夸口的话呢 那 基本上都是 都是很恶劣的 都是 都是很傲慢 很张狂的 这种 OK 自己的计划 那所有这种的夸口 全部是恶劣的 都是 都是恶的 都是邪恶的 OK 所以 所以不能夸夸口 不能够自己 没事 就是 啊 我今天到北京 去开个分店 明天我在上海 开两个分店 哦 明年要赚五千万 要赚什么什么 这个事情 都是你自己的夸口 你应该做的事情 是第十五节 十五节告诉你说 如果神的旨意 神愿意 神的旨意 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这样活着 神的旨意 神如果允许的话 神给我这样的旨意的话 那我明年就可以赚 五十万人民币 啊 那我后年就可以到 到什么 北京去开个分店 OK 这个就是 这个是 雅各建议的 基督徒的态度 应该是这样子 而不是自己 胡乱的夸口 夸口 最后 其实夸 你不要小看 夸口这件事情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这个就是恶啊 就是邪恶啊 你不要觉得 那有什么吗 我就吹吹牛而已 有什么不可以呢 别人都可以做 哎 基督徒不可以做 boasting是很不好的习惯 OK 好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好 谁给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谁来给我们读一下 老师我读啊 好 你来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is evil Evil Right 还有 Esther Green Esther Green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That's right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OK 好 再来 Lidia 055的 Lidia 来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That's good That's good very good I can units 来 units OK Jian 就是这个 atis 可以联读吗 就直接读 As it is Yeah As it is 谢谢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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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mes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very good very good OK Thank you 好 再来我们看 Alisa来 Alisa Thank you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kat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好 Thank you 好 OK 还有谁 KONI KONI 来 KONI 谢谢老师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That's great Good very good 好 谢谢 然后再来我们看 Lily来 Lily 谢谢 好的 谢谢老师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ha 嗨 Jessica 来 Jessica 来 Jessica As it is you boast is your arrogant skin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very good 好 我们看 Indro Indro 来 OK As it is you boast is your arrogant skin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问题就在于你boast的时候 后面这句话 in your arrogant skims in your arrogant skims yeah 这个是关键的所在 为啥我不能吹个小牛呢 吹个牛又什么不行 吹牛又死不了人 有很多人会这样想 是吧 可是你吹牛的时候 你的动机是在出于你的什么 arrogant skims 你是一种怎么样 很狂妄 很傲慢的这种 你自己的计划 我告诉你 就凭我 明年我必须在北京开三个店 后年以后 我这一个月必须赚一百万人民币以上 你这个全部从哪来的 神给你的旨意 还是你怎么样 你觉得你这个生意可有本事了 就能做这么大 其实都是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那是很虚妄的东西 对 因为你是因为自己的傲慢 自己的张狂 你因为才会有这样的计划 所以你的boost呢 吹牛全部来自于这个 所以后面 all such boasting 这种的吹牛 全是邪恶的 OK 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 雅各在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 你看雅各这个人 如果活着在我们面前的话 这个人是很干脆的一个人 很直爽的 OK 他就是两三句就把一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为什么雅各书对于刚性的啊 或者是或者是信了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也都是非常清楚的指导 OK 如果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对基督徒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或者是基督徒的行为方面的话 他都有很清楚的指示 而且他不兜圈子 他不讲给你划个大饼 讲个大道理或什么样 他三两句就让你明白了 好 因为一针见血地戳破你 你的吹牛 you're boasted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这个是keywords 因为你是 arrogant schemes 所以你这些吹牛全部是evil 就没有问题了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告结束 没有问题了 你把这个主持人权限给我 我要跟那个 好 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那个 arrogant arrogant怎么样 arrogant 这个发音 arrogant 注意你的or在后面 不要在嘴巴前面 ar 如果在前面会变成这个音 arrogant 我就这样 arro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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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候讲一个人 这个人怎么样 你觉得他如何如何 这个人态度很恶劣 很骄傲 很傲慢 我们就可以用arrogant这个字